妳們還有什麼方法抑制的嗎? 有啊 我覺得有個方法真的很棒 我覺得剛剛除了靠抑制力幹嘛 對不對 我覺得穿塑身衣是最厲害的 整個胃縮掉這樣 完全不像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 我曾經試過就覺得說 穿塑身衣嘛 而且他強調說他單年素 就easy 很舒服對不對 我就照正常的吃 我跟你講 我大概吃到一半 就是我平常食慾的一半 我就覺得開始 肚肚 我吃不下去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可以 一個警醒你的很重要的工具 因為你突然想吃的時候 他就卡住了 然後告訴你說 我在身上喔 不能再吃了喔 你知道之前有一個 你知道潘潘嗎 小潘潘 他以前他是穿塑身衣喔 然後我跟大家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有些人會覺得說 穿塑身衣 就是已經算天下無敵 我有備胎了 我不怕 我可以狂吃什麼的 那當時呢 潘潘就是這樣 他就狂吃啊 因為我塑身衣 我不會胖 我不會胖 你把它塑掉了 然後到最後大急診耶 為什麼 因為整個胃受不了爆開啊 欸 你有沒有想過 你植物一直進去 可是你這樣是塑起來 那個真的五臟六腑受不了耶 那痛苦到不行耶 對啊 對 那個整個 他說整個會炸開耶 所以我覺得穿塑身衣 對我來講啦 對我來講 就是說他真的是水在提醒我 而且真的會吃的比較少 我是會喝水耶 我拼命灌水 因為第一 喝水對身體好嘛 對 它不會有什麼負擔 對 但我不要喝太多 不要中毒就好了 所以我喝水就會覺得 胃會脹 對 不然說我吃糖 還有就是嚼口香糖 烤口香糖 轉移注意力 對 轉移注意力 就讓嘴巴倒 真的都有效嗎 沒有 可是我補充一下 立飛我說真的 喝水真的有效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吃東西 是因為口味重 所以會吃很多 但你喝水的時候 你把你的舌胎 你稍微有點洗掉 相對來講 你就會吃比較淡的東西 但吃一戰吃淡的東西的時候 相對來講 你的量也會變少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水跟糖我贊同 可是口香糖我真的反對 真的嗎 因為真的 越嚼越餓 然後那個口水 那個酵素分泌 真的 我的經驗是 越嚼越餓 你說腮幫子變大就算了 整個人都變大 真的 整個食慾大概 所以怎麼會嚼口香糖 因為嚼口香糖 還有味道 我是嚼有味道 嚼我覺得在嚼的同時 可是把空氣也就是嚼進去 所以肚子 脹氣有 打嗝一下 對啊 都會是旁門左大 那後面問他們的 這方法 我覺得大家 你學下去就超高了 來用來用 秋醫師 按摩到底有沒有用 其實我們要講按摩有沒有用 我先告訴各位 就是說我們一旦餓的時候 到底身體出現什麼反應 對不對 你才知道食慾怎麼來的 其實主要兩個來源 一個就是剛剛有提到 血糖降低 對不對 那你腦部有意識到這個血糖 不夠了 它就要叫你趕快吃 所以食慾就來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胃的問題 胃會放出一個訊號叫做 隔煉瘟激素 就是一種 會促進食慾的激素 因為空的關係 它會開始放出來 那所以呢 你要想到 如果這個血糖降低的時候 正常人會有什麼反應 假設你都沒有東西吃 你知道嗎 大概過30分鐘 你的血糖會回生 為什麼回生 因為這個 食慾一來以後 大概血糖降低 你的胃脹 就會開始分泌一種叫 深糖激素 要趕快把血糖再回生 這個過程 再回到正常 大概要30分鐘的時間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你今天在按摩 那你沒有機會讓你吃到東西 你在那邊趴著 他一直給你按 你很餓對不對 你餓到30分鐘之後 事實上你的血糖有點回來了 所以你就不會那麼餓 那醫生是不是餓過頭 就不會餓的那個意思是一樣 對 一樣的道理 我舉個例 假設你現在早上起床 有點餓想吃早餐對不對 可是一看時鐘 發現你們家的時鐘壞掉了 已經遲到了 就是一緊張之下 要往辦公室開車衝出去 你是不是就忘了餓了 對不對 一直到辦公室以後 你整個放鬆下來 這時候你才會餓 對 所以它就是一種 交感生意的興奮 所造成的 那所以按摩的話 基本上來講 它呢只有一個效果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撐過那30分鐘 就好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不要說 馬上跑去夜市 點了一堆什麼 我懂意思了 那個目的地你要轉變一下 譬如說去 視力圖書館 怎麼可能 去那邊要幹嘛 一定要做 視力圖書館旁邊 有賣大腸包小嗎 但是 但是我其實我覺得 心理建設是最重要 心理建設 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心理建設 就是說 你知道嗎 剛剛不是講說 升糖激素開始要把你的血糖 回升30分鐘 對不對 你知道這過程當中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 那個升糖激素 它開始燃燒你身上的脂肪 蛤 你知道嗎 要回升你的血糖 是在燃燒脂肪 醫學的這個生理學的書有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餓的時候馬上吃東西 那你就告訴你的身體說 你不要燃燒脂肪 我補充你的熱量 對不對 那如果你忍著30分鐘的時候 你要告訴自己 欸我很好我現在會餓對不對 你現在就開始燃燒脂肪 你了解嗎 但是這個是不適合那個糖尿病的病人 糖尿病人就不適合 好那剛剛三位所說的一些抑制食慾的方法 你覺得OK嗎 你腳頭像糖啊 喝水 喝水 放手生意 放手生意 我們現在要喝水好了 喝水剛剛我們不是講嗎 肚子痛所以你會放出隔壁靈基數對不對 那你如果喝一點水下去 讓胃有點撐開的感覺 我們知道任何中空的腸子的器官 只要一杯撐開都會有幸福感 如果你喝點水讓胃撐開來 你會感覺到比較有點開心的感覺 對吧 真的比較不樂 而且它稀釋那個胃液跟那個腸子的消化酵素 讓它作用下降 這樣的話熱量其實會減少 所以我是對的 這是對的 還有剛剛文婉有提到說 塑身衣對不對 我們以前看電影常常看到那個 沒飯吃的小孩很餓的 他就把腰帶勒緊有沒有 勒緊褲帶等過那個飢餓 其實它是有點效果 為什麼很像什麼 胃內放水球的效果 讓胃的空間變小 一樣一點東西就飽了 就不會餓 所以這個也可以 這也可以 但刷舌頭我是沒有看到什麼醫學報導 那那個呢 烤香糖呢 看我就知道 根本沒什麼效果 烤香糖的有效嗎 烤香糖的有效嗎 希望你得到了口氣清香的 人員比較好 烤香糖 剛剛有人提到說 好像越嚼越餓 我覺得越嚼越餓 其實它只有在一個時候 有點效果